大家好,歡迎來到啫喱學主,我是啫喱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這款救命茶 為什麼叫救命茶呢? 因為這款茶喝了一輪之後,令到我真的不用吃藥 所以我就決定拍這條片和大家分享 先說一下自己的症狀 我是長期失眠的,由兩三年前開始 去到要吃藥才可以睡覺 還有慢性的氣管炎,已經很久了 經常呼氣很不順,經常咳嗽 好像沒什麼氣,別人跟我說話,我都不想回答人 還有Pirulet的時候,會很痛 還有會作嘔,作悶,頭暈 還有一件事,我是敬意感冒 基本上一個月會兩次 到我無意中發現了這款茶之後 我喝了大概一個禮拜,就開始有效了 看到效果了 這款茶我到現在已經喝了差不多兩個月了 什麼時候開始完全不用吃藥呢? 就是我喝了這款茶,喝了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基本上不用吃藥了 現在我就開始分享怎樣煮這款茶 我要用的第一樣材料就是紅棗 紅棗有補氣、補血、健脾、養肝和定神的功效 我煮一次的份量大概會落到80克的紅棗 第二樣材料就是檔心 檔心的藥性比較平和 我們四季都是適合的 它有補氣、補血和增強免疫力的功效 它還有抗衰老、健脾、益肺的功效 在中醫來說 氣虛就會令到個人四肢無力 食慾不振和氣短心跪容易氣喘咳的狀況 血虛就會令人感到頭暈眼花 還有麵青、口、唇白 有以上症狀的吃檔心也是有效的 每次煮這個茶 檔心的份量大概會落到8-10克左右 至於第三樣材料就是北棋 也有人叫它黃棋 我們香港人通常叫北棋 去到藥房買北棋 它就知道會賣給你了 北棋有保皮液氣的功效 對於氣短無力、氣血不足引起的手腳麻痺、關節鼻痛 也有非常之不錯的治療效果 至於用量我每次大概會用到12-13克左右 最後的一款材料就是高麗人心 如果覺得去醋的話 大家可以用吉林紅心來代替 人心是大補元氣的 對於補氣、補血、調節神經都是很有效的 即是說它對神經衰弱、失眠、焦慮 以及經常都會手腳冰凍、四肢無力 這些症狀都是很有效果的 但高血壓的人士就不太適合吃人心 至於人心的份量 我大概會用到5-6克左右 我現在洗了些紅棗 紅棗核是比較醋的 所以通常我會去掉它 這些紅棗我買的時候已經去掉核 這樣就節省了不少時間 紅棗通常我會洗2-3次 因為它在曬乾的過程中 是會黏了很多泥塵等等 紅棗洗乾淨之後 就放在一邊瀝一瀝水 然後那些北棋和檔森都要洗乾淨 那些檔森就要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就放在一邊備用 最後那些人心片我們都要用水沖一沖乾淨 然後把檔森剪細了 這樣會容易出味一點 把它剪至大概0.5cm厚度差不多 做好準備功夫之後 我們就準備開始煲了 現在加點清水到鍋裡 我大概會用到1.5L的清水 然後就把紅棗 北棋檔森和人心片 一起放在鍋裡 然後就蓋上蓋子 讓它煲滾了 看到它開始滾了 我們就開始計時 我們要煲90分鐘 我就是用養生煲來煲 那它自己本來有個program 設了時間的 那我基本上就不用理會了 那它自己煲完了之後就會保溫 如果你們是用電飯煲 或者是電子湯煲來煲的話 都是滾起之後煲個半小時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用明火煲的話 就大火煲滾了之後 關小火煲9個字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看到那些茶 是變了很漂亮的苦拍式 那就說這個茶 差不多是煲好的了 那我就針一碗出來喝了 那剩下的呢 我就放回它在養生壺裡 我喜歡什麼時候喝 就什麼時候針 那我基本上呢 是當去茶這樣來喝了 如果你們身邊有朋友 都是有類似我這樣的症狀的話 都歡迎你們分享我這條片 給你們的朋友看的 那我都希望呢 你們的朋友呢 都快點可以不用吃藥啦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們給個like我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channel啦 還有啊 記得按旁邊的鈴仔 多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